帕马地第一场跑一千 三号现在入镜 三号叫做敬慕迪 七倍 敬慕迪上次低八前次低六 都是这么一倍率 今晚就是梁家俊 梁家俊骑他最厉害跑过第四 2月15号 当时是跑一千的 跑回这个路程 赢过的马有四只 一四五六 一号四号五号六号 三号跑过第四 一本路程 四号谦谦君子 现在就是四倍 四号挺好成绩 上次第二 4月17号当时夜三倍 也是跑这个路程的 周俊乐跑 十二只马跑第二 今晚也是周俊乐 档位又漂亮 二档 所以很多人关注 上次赢是1月10号 爱少礼 九只马跑第一 当时是四倍 就是现在这个赢率 上次就是出乘一半 居中间之后位 出乘就不算太快了 现在看一号仔 一号仔也有很多人关注 为什么呢 上次由第十名进展到第六名 毛显东 43倍 直路略为追前 本路程 看一看 最棒的是12月6号 当时跑第三 当时七倍 何宅耀奇 当时这次是报名 钻色傲场 档位是11档 没有四号那么漂亮 五号现在出来了 五号就是投资有利 投资有利六次赛职 还没有位置派彩的 上次就八倍 跑第七 所以现在十几倍 地下有点湿 下雨了 当然是 但观众又不是说 又不是担傘那类的 真的有盖子在这里 看下主持人选择什么 上一次赛时最尾那场 大赛 Janny姐放第一位 六号万事有 上次第四前次第五 上次王志宏 今次毛显东 10月11号 跑本路程 就是毛显东 九倍跑第二 这些奴子叫万事有 奴子纪录中是赢过这个路程 不过不是最近这六次 毛显东和他都有个不错的记录 有一个第四一个第二 7号鼓浪精彩 现在25倍 鼓浪精彩 上次夜九倍跑第九 上次再前一次跑第十一 都是跑这些一千 一千二 快活谷那些 7号鼓浪精彩 7号鼓浪精彩近来六次都没上过名 现在的骑士就是班德里 现在的骑士就是班德里 8号码连续三次跑第十二名 所以是冷门来的 这些名次这么厚的 多数都是冷门来的 在香港 隔晚大厌的就是4号 隔晚大厌的 不是1号 不是报民那只 是4号 8号级利大师赫铭连 连续三次 4次都是跑十名以外的 月球14倍 月球上次夜九倍跑第十一 前次又跑第十二 本季跑得最好的就是1月10号 又跑这个路程就是中逸礼十二倍跑第三 就是上个名的那本路程 九号仔 但是呢 近一两次就跑十一十二 所以就冷门了 而且在那本路程中二九倍跑第三 十号仔升灭无敌就是中逸礼九当 这个马亚最近六次就没有上級名的 十号仔 最烈 最近六次也是第八名 日耙马地 当时是4月6日,2023年 哇,上一季的那些 九优伏出了,这只声勒无敌 上一次出赛是10月9日 九优伏出了 上一次流鼻血,因为要休息 12日现在拍着这只欢乐好友,蔡明小 就是上次第8,前次第10 近期最能输入第三名的 就是跑马帝千尔 当时是12月20日,14倍,潘顿 近期跑连续三次 跑千尔米的 今次是宿程跑一千 12日现在看到这只叫喜喜利高 田泰安 17倍,上次35倍 跑第最后的杨明伦 当时是3月13日 跑马帝,跑本路程 六次赛职没有上名 六次赛职有些上名 转式路征有一个第三 智性攻略,二号仔 一个第一,一个第三 四号,谦谦君子 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六次计 就是这样的 其他很多马帝近期都是不好的 智性攻略 我刚才说还没拍摄 智性攻略 智性攻略 夹夹十倍 中逆例 这位 中逆例 中逆例的马叫升聂无敌 骑士、荣耳、热门、报民、潘顿、田泰安 差不多是赔率的 中逆例,四个都是差不多的 五倍、六倍、五倍、六倍 现在你买五个 现在适当中一个 你也有钱分 买四个 骑士、联马斯、告东尼最严门 告东尼、姚本辉、方家柏 我就喜欢四号、一号 我要周俊乐和报民 周俊乐移档 看他出不出了集 四号 这位升聂无敌 欢乐好幼 欢乐好幼 这位蔡明晓 六星是吉利大师 八号 何铭连 八号仔是连续三次跑十多名 八号仔很冷门 现在多少倍 41倍 Michael要四号、二号 我要四号、一号 二号也挺好的 前次第四 智性攻略 四号是周俊朗 上次入Q 本路程就赢过 上次赛职最好是四号 入Q 只有一个 另外就是六号 跑第四 六号 近的 万事有 六号 毛衔冬 六号仔 现在六倍 那女孩要四号、二号、一号 一号、二号、四号 很多人选 一、二、四、六 很多人选 Janny不要 不要四 要二号、一号 要四号、一号 四号就是周俊朗 看她是否积极 积极出门就行 积极不出门 出门不出门 很快就跑完 被盖住就不行了 四号仔 出门最好的 现在的现役騎士 就是周俊朗 不是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中役离 不是周俊朗 中役离是騎士 10号 但是10号近跡不好 10号 Janny要二号、一号、十一号 十一号 十一号上次第八 前次第十多 在欢乐好友 蔡明啸 Janny喜欢12号、11号 上个赛事最尾的一场 那只大财 Janny放在十三号 走投 VinQ三重赛 全部被她中了 她贴四个 我这个频道呢 就是记录自己买什么码 不是贴士频道 就是 顺便服务一下 把镜头录下 记录下 因为跑完之后 这些镜头就没有了 3号就叫做 努劲无敌 上次第八 前次第六 梁家俊 三档 档位就好了 9号仔都很多人关注 月球 9号仔 十三倍 以两次十多名来说 他这些 十三倍就不是叫做冷落 反而是叫做多少人关注 其事就是董明朗 现在9号仔落了 搞一倍 搞一下马蹄跌 7号现在进入了古浪精彩 尤其是第九名 7号仔现在是冷碗 二十多倍 十多倍的马就有 十一十二号 就是这样 十一十二有十多倍 5号也是十多倍 五号就叫做投资有利 都是十两倍 四号周俊朗 二号档位 上次进去 看他这次怎么跑 好 今晚的头上赛事 安排了五班一千米 赛道的选用就是全闊的A跑道 场地目前就好像黏地挂牌 讀数就没什么特别 就是2.72 因为2.72 过往都曾经试过挂好地 所以这个数字 我想这个数字 也不是太敏感 大家 进入了 见到就 晚事有 接着就 欢乐好友 投资有利 再来就 起起利高 四个马入了 接着就 转仓复出的 纪利大师 转转转转转转 又不进入 很无敌 是否等他一起进入呢 大家一起看 那个方向 是否有些事发生 现在暂时又不进入 镜头拍不到 是否有马扭着 是否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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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吉利大師,鑽式奧牆也都搞定,剩下兩隻而已,那就交給雜錢吧 吉利大師,智勝攻略,最後入閘,是謙謙君子 船母馬不準備拖擋頭腸開始五番一千的短途,大熱暫時是四 準備 王毅舉起,隨時起步 好,一起步時智勝攻略慢了一點 前面快,外面位置就是鑽式舞場 中間有月頭,近邊有吉利大師和敬無敵 最外面還有寬樂好友,內藍紅衣,紫色眼就萬事有 淺藍衣中檔上了一點,還見到謙謙君子 後面脫的馬,喜喜利高鼓浪精彩 尾三寬樂好友,尾之內藍自勝攻略,暫時包尾藍衣,頭之有利 轉彎時,敬無敵貼藍方,不過有點搶口 外面黃衣,第二位是鑽式舞場 第三位的馬,中袋,紀利大師,內藍 第四,紅眼罩,謙謙君子 頂出去外面有月球 後多層,喜喜利高,藍衣,粉紅帽,智勝攻略 好了,最後二百多位,敬無敵佔先的,走不走得了 見到謙謙君子逐步蠶食上來 外面位置還有一隻月球,接近終點,邁邊敬無敵 但是這個時候,謙謙君子踏著了,看個勢,都是要過 第三名是月球,第四名是智勝攻略 結果今上賽事,都是貼藍 果然抽帳落就贏了,不過一號仔就沒有拍 四號在這裡,紅面罩這隻 出閘不太好,後來在轉彎之前追回來第三、四位 然後拉出去第二碟,跟三號仔在這裡鬥 三號仔叫勁無敵,每晚都是五倍 三號仔是... 都有人關注,三號仔 梁家俊,兩個華將搞定了他 四三九二 那些騎士都有關注這幾隻馬,四三九二 一號就沒有拍了 藍色三,這隻 出閘不太好,比一號仔在外面 報民有份,在前面 跑跑一下又不知道沒有拍了 這隻 現在去到第四位 戴個紅色面罩,很容易認 現在追回來就是這樣 這個位置就對了 報民去了哪裏 報民直接沒有拍的報民 在外面,在那裡鬥,在那裡前鬥 跑到這裏,一號仔都在外面 但是越跑越多了 周俊落這隻馬,拉出去第二碟那裏 上來 現在還不可以 現在還是被報民跟他拍在一起 越跑越後 只是報民不夠力的 現在周俊落上來 兩三下手勢,低班馬 會追就很厲害了 上來贏了一個馬頸 都有幾倍 夾晚大熱門,現場都是大熱門 周俊落了,今晚開齋 今晚開齋 5倍,也不錯 3號,4號就14倍